所以第一样东西就是RSI相对上是超买的 我就不建议,无论这个1小时到23小时都是超买的 都不太建议现在入伙,第一样东西 但仍然都有一个利好的,希望下次回调可以入伙 还有今天这个CPI都可能会刺激一个币价上升 但可能已经price 了,就是这个 现在下午走下去,按些资料给大家看 今晚的时间,今晚香港时间9点半就会出这个CPI的通胀数据 这个数据会直接影响到加息减息的预期 而加息减息预期又会直接影响到Bitcoin的短期价格波动 所以2.9是预计的,简单来说大家预计2字头 可能今晚如果有2.8、2.7会即时影响到币价都未顶 也即时影响了加减息预期 加息减息,如果用3月20日下次认息的计算去看 其实都会参与今天的数据 如果今晚的数据相对上通胀比较温和的2点多 加息预期或者叫减息预期也会相对较大 可能令到百分比提升 但3月20日都不是一次减息的机会大的时间 可能去到5月1日,甚至5月1日开始一半 小火车不要计算5月1日或6月多了 如果6月来说有机会减2次息都有可能 如果成年来计算大概减3次息左右 这个不是3次,4次 我当是4.25,525大概减4次息 如果我计算2025年7月到时也要减3次息 所以减息相对上提供流动性 令到很多人都会追逐一些高风险或高汇报的资产 因为在银行的息或债券利息都会下降 所以也有传2.9会更加低 因为有些数据指出,等下给大家看看 也有不同的数据,这是较为真实的数据 说的是1.多%,不知是否 我当它打一个折或没打折,2%都是十分之低的通胀 我个人认为今晚的CPI可能会刺激到减息预期 可能3月,即5月,甚至3月都有这个可能性 要留意着 刚才说,现在BTC删到5万元 除了需求,很多人偷步入市 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 真相已经被人知道了 同时也经过FTX事件或很多事件之后 大家都怕放钱在交易上 如果一些ETF的公司收到客户的资金 要买BTC 其实去哪里买,他都会在交易所买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有什么显示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要付钱的 我一次我也付钱的 所有内容我都更加多的内容 包括大户怎么看 或者BTC上的一些数据 即大户现在到底是入货还是出货 究竟现在不停累积还是怎样 我都会分享给大家 而这个只是在说 黑色线就是BTC价格 橙色线就是在交易所上面BTC的总数来的 大家看到BTC在交易所的总数不停下滑 意味着什么 小火资意味着什么 刚才我说的供求 供应就不停下降 大家看到 由这个最高2021年 最高差不多280万粒在交易所上面 之后经过FTX事件或者很多的交易所倒闭事件 令到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交易所倒闭事件 令到市场上面的工业极之少 亦都不想移动 亦都可能摆在这里 每个都打算摆到牛市 令到一个螺旋效应 哇升了 等它再升多些 先不要移动 到这个终极牛市 有没有看到这些人很醒目的 我们可以看一些叫做 给大家看看 这个都有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看一些大户做什么 看一看 以后我们会展示给大家看 大户做什么呢 什么为止大户 10万粒以上的地址 究竟在终极大牛市做什么 有没有看到 终极大牛市不停地 这些地址不停下跌 有没有看到 简单来说 拥有1万粒地址的数目不停下降 意味着这些不停放货 所以追踪着这班高手的做法是十分之稳妥的 现在这段时间 它们不停地上升当中 我个人认为 供求令到 再加上这个 哈萍序市被人曝光了之后 令到比特币的新玩法 那个价格有所难预判 甚至乎 有所提早提升 那个需求都未定 再加上供应不停下降 令比特币有所推升 但对我来说 推升还推升 这世纪的物货永远升 所以五万元呢 可能近日都是比较超卖的 再看今晚的CPS数据 可能再推升多一点 可能到五万一五万二都未定 但对我来说 都是短期超卖的了 超卖overboard 即是说 不适宜入货 再看一些线上数据 马上看完 今条片就差不多了 都想分几 即我的影片由于太多内容 可能要分几条片才好些 我可以试一下 每条片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没人看 哈哈 你们不是现在懒得这样 那立刻看了 最后看完一些线上数据 这个就是盈利的 或者叫离场的指标 就是说的 BTC就是黄色的价格 绿色的价格 究竟赚钱的人数是多或少的 如果赚钱的人数越来多 意味着见顶的机会越来越大 现在仍然都是中间当中 我们不停和大家看看 他们的指数十分之高 也不适宜追入 MACD 最主要看这个叫做RSI热力图 简单是说每个币 每个币都在这个红色阶段 仍然可以再升 但永远可以选 我都会选跌买的 另外再看了 所用图 都是由蓝色转到绿色或者浅绿色 中级大牛市是由黄色开始要警觉着 这里一直和大家看着 很多指标 厂红图 AHR999指标 两条平均线之间的走势 现在去到中逐 有机会去到绿色 红色线就要买了 绿色和红色线之间就不要动了 绿色线之后就开始 以考虑放货 然后再看一看 这个比特币泡沫指数 就有很多不同的数据 包括Google搜索 或者线上的讨论程度 地址数目 而计算出来的 仍然很低 仍然在牛市早期的阶段 再看下Pi指数 当这个比特币价格升穿 两条平均线 可能就是这个 要开始准备离场的部分 我会拍多一条片 跟大家分享更多数据 一些超级紧要 在终极大牛市 红市去见底 其实相对上容易估 我那次红市见底 是相对上容易估 你会见到整个市很沉直 而且相对上牛市来说 牛市升完 不知何时圆才是最难去估 因为你看到指标 相对上 估底是相对上容易 估底 底其实是碰到的 但顶这个都碰不到 但是我会发现更多指标 遲些再和大家分享 这条片差不多 如果想看整条片 看完精算赛道 整个牛市来说 小伙子 刚才和朋友在阴柴聊天 小伙子 我不想听Bcon 你之前介绍的Render幣 好像升得挺好 还有没有多些Allcoin介绍 5076 好棒 好帮 我也想知道更多不同的Allcoin 有没有好介绍 欢迎大家订阅 四分一天 Halfing之后 无论这个课程和Patreon 都是永久会加价一倍 还有 会有大抽象 还有这个TrackGPT 无限使用 TrackGPT好像坏了 我稍后弄一弄 都是所有东西都会Patreon優先 如果想支持小伙子 想看多一点 记得订阅 下条片再见 Bye 公祝各位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